20号一大早 富里乡农会总监事张树华在社群网站上就发文说 谁来救救富里 还说富里乡公所在运的水泥块来挡路 就在重要的观光景点 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 并且向来富里游玩的车辆收取停车备用 实在是不应该 而富里乡长呢 则是赶紧跳出来说 幸福广场经过评估要设立有关创生场域 目前相关程序在进行当中 也是配合地方的政府政策 并且幸福广场农会管理问题 不但没有尽责维护之责 造成环境的卫生问题 因此经过相公所讨论之后 决定从4月20号开始 向停车辆的车主收取一小时10块钱的清洁费用 游览车战战兢兢的倒车 准备离开富里乡的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 因为车子后方就是台九线 车辆非常多 这样的倒车相当危险 还需要有人协助倒车才能成功 富里乡農会总干事气愤的说 就是因为富里乡公所把原本的通道给挡住 不但让车辆无法行驱之外 还开始收取费用 那我也希望说相公所 这个我们富里说实在是穷乡辟了 然后游客要来路途非常遥远 我们应该要释放比较多的利多 给我们的消费者到我们的当地来旅游 这样也增加他们来富里的意愿 如果是为了这个10块钱的停车费 一个小时10块钱的停车费 这样是不是造成外地来的游客观展不加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需要深思熟虑的 生气的不得将这件事情po在社群网站上 不少人按赞力挺农会说太过分了 游客该怎么办 不过不理乡长说 当初农会的确有跟上届乡长黄林兰 签订幸福广场的合约 不过开放停车之后 幸福广场农会管理期间 不但没有尽维护之责 造成环境卫生问题 所以经过相公所讨论之后 决定从4月20号开始执行 向停车的车辆车主收取 一个小时10块钱的清洁费用 因为幸福广场是我们复理箱公所 成购的私有地 那长期农会都在那边停车 尤其是外地的旅客客人 还有他们自己员工停车在那边 然后造成那个地方的脏乱 这整个的环境 你没有一个清洁人员去打扫的话 会造成脏乱嘛 那我们就希望由这一笔钱 然后请专人的清洁人员来打扫 从乡长提供的照片来看 绿色草皮上的垃圾 就在幸福广场边的附近 虽然首次出现收费情形 在地居民也感到非常奇怪 但是相公所谓的环境问题 这次小客车小货车 一小时收取10元 大货车游览车收取20元 农会为了不让游客以及地方的民众付费 凡是停在富里乡公所幸福广场车辆者 离开时持乡公所开力收据到农会展售中心 农会将会为富里旅游的民众来付费 这家高商商不离乡采访报道